這個playlist基本上是一個intensive course 這一部份是說radiation 第一部份是先說x-ray 那x-ray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,x-ray是一種e-netromatic wave 就是EM wave Visible light,Infrared,UV 特點是frequency range 是10p16,10p19 如果計算wavelength,就更好計 10p-10m 其實是怎樣做出來的?x-ray 其實x-ray主要我們看到一個device 就是一個electron gun,然後射出一些electron beam 然後打下去是一個metall target 其實我們有叫metall target 做一種吞身target,即是某種材料才做到 然後就會自然走出這個x-ray 一般人工的做法是這樣 右手邊是一個真的device 你看到一個就是電子走出來 射到一個metall target 然後x-ray就隨之走出來 你看到旁邊的device有一個特點 你看到一個玻璃膽的東西 其實裡面是要vacuum的 是整個真空管去做 為甚麼呢? 主要是因為這件事會產生高熱 如果下面有空氣的話 其實就會燒 我們稱為x-ray 其實是其中一種anizing radiation 其實有幾種anizing radiation 整個book5都是講這些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x-ray 就像intro一樣 其實甚麼特點呢? 就是其實它可以打走 一些molecules裡面的electron 令它變成charged iron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個過程的 就是ionize 也不是ion的 變成Ion 所以這就是ionization radiation 其中一種就是營養符號 radiation 就是hazard的符號 就是這件事 X-ray有甚麼用呢? 其中一種當然是用來照肺 就是medical diagnosis 你看到以下有圖 去看看 主要是x-ray用來照肺 這些就是low frequency 即是比較低的 即是energy 你看到下面有個例子 就是你看到右手邊的圖 就是x-ray的tube 四四方方的東西 就是指著這個東西 就是x-ray的tube 然後前面就是人 人前面還有一件事 就是一個pheelm 其實要形一形 其實pheelm 其實真的是拍照的pheelm 是同一種的 所以就去照x-ray 你看到圖就黑了 黑了是甚麼意思呢? 就是x-ray是穿過去的地方 例如你手指那 就是x-ray是直接穿過去的地方 所以就令到pheelm全補了 所以就變了黑色的地方 你看到白色的地方是甚麼呢? 就是骨頭的地方 其實它就擋住了 就是x-ray 於是x-ray 就射不到pheelm 所以就是白色的地方 所以黑色的地方就是穿頭的x-ray 白色的地方就是隔了x-ray的地方 另一種當然是checking你 也沒有特別的 有哪一幅圖呢? 就來checking你 看看有沒有 最主要看有沒有金屬 因為會擋住x-ray 然後就是去看一些隙子 它就會用高能量x-ray 去做這件事 因為它能夠穿透一些metal 這樣就可以去看cracks 和forces 這樣